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歡迎鎖定下午2點鐘的 財經風向球 我是主持人小碧 我們在旁邊的這一位 是大家期待好久的 前經濟部長 殷啟寧 部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部長 我們最近又有很多 觀察到一些你之前的神預言 都發生了 比方說我們今天這一整集呢 要來討論了一下 就是中美之間的一些制裁啊 不管是在半導體 在晶片 甚至是接下來 對於一些下游的 比方說美國的企業 他們現在是不是開始有一些反撲 或是一些反對的力道 覺得你拜登政府這樣的一個制裁 力道好像有點太重了 甚至會影響到他們做生意 畢竟呢 之前像是 輝達的創辦人黃仁虛馬 他就很直白的說 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這麼大 他沒有辦法不要 其實講的就是大白話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 美方制裁中國大陸 而且甚至是要加碼制裁 慢慢的 美國的企業他們怎麼樣來看待呢 畢竟接下來恐怕有一些的商品 就沒有辦法出口到中國大陸 這個對他們的企業營收 是會有影響的 再來我們今天還要來談到的是 美光 美光之前不是被中國大陸限制了嗎 結果沒想到呢 根據陸媒的報導 這個美光的CEO啊 他是 也不能說是偷偷 不過就是陸媒揭露了這個消息 說他去找了中國大陸的商務部 談了哪些事情 會不會持續加碼中國大陸呢 這也是我們這集要討論的範圍 而接下來最後的話 我們還會聊到台積電 畢竟台積電如果你是股民的話 你會覺得最近的股價好慘好慘 就是不斷的在往下修正的感覺 但修正歸修正 對於投資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他在美國廠怎麼延宕了 不是原本說好 還開了一個遺跡典禮 那麼樣子的盛大跟風光 結果沒想到說延就延 然後接下來會不會連日本的熊本廠 也會出現了一些建廠的問題 這一集的內容含金量滿滿 所以歡迎大家先幫我們幫他連結 分享出去 再邀請部長好好的來解析了 部長我們就來談 針對這個企業啊 你之前說這個美國 對於中國大陸制裁力道這麼重的話 第一個有可能大陸會反撲 第二個美國企業都會 可能會開始有一些反彈的聲音 完蛋了這兩個都被你預言中了 現在該怎麼樣看待這個發展 這個其實也不是預言 因為我不是算命的 所以很難去預言 不過我們就是根據一個道理 就是說像打籃球 那個球 那個氣灌的飽飽的 你把它拍下去以後呢 那個拍到地上 那個球又會彈上來 那這基本上是一個自然的道理 今天呢 那個一個企業也好 任何一個國家也好 這個都是以追求呢 它的最大的利益 而作為一個出發點 那企業呢 這個看的就是一個利益 因為它有那麼多的員工呢 每天開門見山就是要養 一伸手就是要錢 所以這個企業是以追求利潤為主 沒有這些盈語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市場對它來講是一個活水 那對任何一個國家也一樣 任何一個國家它基本上 為了經濟的發展 為了照顧它的人民 為了人民的福祉 它通常呢就是說 也必須要以這個利益為主 所以美國呢 在過去的它的一些管制措施 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管制措施呢 基本上是為了美國的國內政治 甚至呢只是為了少數的政客 的利益為出發點 但是它犧牲了很多的 美國的企業的利益 也犧牲了美國企業的 所僱用的這些人的利益 也犧牲了盟友的這些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慢慢的這些反彈 反撲的力量 會一個一個冒出來 因為包括美國在去 它要對中國大陸制裁的話呢 必須要拉幫結派 也就是說要形成一個聯盟 但是形成聯盟的話呢 它基本上都是要別人做什麼 要犧牲對方的利益 但是呢它通常都沒有製造出一個 比較大的利益呢 能夠讓大家來分享 所以包括它去所謂的 晶片四方啊或者是說 跟其他國家聯盟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呢 大概就是一個 日本跟它是合作最密切的 另外還有一個呢是荷蘭的艾斯摩爾 但是艾斯摩爾它中間 其實耍了一些小手段 怎麼說 小手段 小手段也就是說 它要對中國大陸管制之前呢 已經先開始呢 先出貨給這些 一些中國大陸的一些訂單 提前賣的一些設備 就趕快先把它出貨了 就它短期間之間需要的呢 都已經先幫它趕著出貨了 所以這個它才很放心的說 我現在要對它實施管制 因為該賺的錢先賺到 對呀這些都是大家都不講的 所以它也樂得清賢啦 所以它它起先是一再的 就是說對美國的這個要求呢 它一再的跟它拖延 但是呢這中間的期間呢 其實就是爭取 以時間換取空間啦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樣聽起來還蠻聰明的 每個企業都是到最後 我說任何企業 就跟我們以前考試一樣 我們以前考試的時候呢 微積分這個考試的時候 期中考 期末考 考試卷一發下來 從前面看到最後面 沒有一題會做的 再從最後面看到第一題 也沒有一題會做的 所以我們就笑說 這是前無逃路 後有追兵 可是呢 等到叮一聲 要交考卷了 寫得滿滿的 為什麼 自己要找出路啊 所以這個時候 腦力就開始激盪 就開始把你所知道的 所想到的方法 通通都擠出來 所以就是前無逃路 後有追兵 他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出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美國為什麼大家講說 你今天這些作為 基本上可能遲早會引起一些反彈 甚至對中國大陸的一些防堵啊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有效 所以我們今天看出來了嗎 今天包括NVIDIA 包括AMD 尤其特別的就是Intel 這三大巨頭呢 都是去跟美國的這些 包括他的國安顧問啊 包括他的國務卿啊 包括他的商務部長啊 都是去跟他們會談 就希望他們呢 對中國大陸的這些的管制啊 不要再進一步來加強啦 因為美國呢本來就是有 據說在7月23號左右啊 就要推出更嚴謹的 更嚴格的掐脖子的一些 管制措施 也就是主要集中在 AI的晶片方面啊 有關的 所以呢當然他們都會急嘛 基本上有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他們不曉得這些企業啊 尤其像Intel啊 Intel已經是存在幾年啦 Intel已經是以前是從 美日半導體貿易戰開始啊 那個時候Intel就是被 這個日本的這個記憶體打敗 才收手不做記憶體的嘛 才進入到微處理機 這樣子的一個領域來嘛 您看看這樣子的話呢 Intel已經存在幾年 它跟國會議員的關係 那麼密切 我們可以知道啊 這個美國的這些 所謂的民主政治啊 其實呢跟臺灣 也相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說這個 我們今天看 美國推出晶片法案 然後Intel從美國這邊 美國政府這邊 可以拿到很高額的補貼 這個有人甚至講啊 這個520億美金的這個 晶片法案啊 裡面大概 Intel會拿個一兩百億 會拿那麼多 那Intel拿了一兩百億之後呢 它呢裡面就一部分的錢呢 將來是會去捐贈給 這些參眾兩院的這些國會議員 然後這些國會議員呢 又去施壓 美國的行政部門 它就變成一個生物鏈 或生態體系在那個地方 你今天呢 美國政府如果施壓我 Intel 我Intel就捐錢給這些參眾議員 然後請這些參眾議員的議員 去關說 然後施壓給這些行政部門 這是變成一個生物鏈 晶片在那個地方跑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 Intel結合了AMD跟NVIDIA 因為它們三個是最重要的 CPU跟GPU 最主要的一個晶片的工藝商 那它們呢都是最大的 然後是最有錢的 那它們呢 對這個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 都是有捐贈的 就跟臺灣一樣了嘛 臺灣很多企業 也也是養了很多的立法委員 養了很多的地方的議員 所以這個情況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美國政府官員 其實對Intel它們呢 也是相當感冒的 就說你們今天不是都 跟你們企業界都講好了嗎 我們也跟你們做了說明 也得到你們的了解了 為什麼你們今天又來給我施壓 甚至包括美國半導體協會 SIA 在它的一個報告裡面 大概一頁的報告吧 我看了一下SIA的出版 也是一頁的報告 裡面就是反對美國政府 在進一步對中國大陸的 晶片管制會再進一步的緊縮 認為這樣會降低美國的競爭力 會影響到它整個產業的發展 而且會刺激中國大陸 全力反撲 所以這個基本上 美國政府的這些作為 大概只有美國政府的 行政部門開心 外面其實已經是天怒人怨了 所以我們以前就已經講說 美國的這個政策 其實美國的政策 其實一個就是要封鎖 中國大陸的進步 另外一個就是要扶持自己的 本土的先進的半導體的製程 這兩個幾乎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達得到的 對 就是它一開始畫了一個 很美的藍圖 或者是它想要達到那樣的目標 就是擔心中國大陸 追趕的速度太快 最後失控沒有辦法控制 反而會不會是晶片法案之後 看起來這個制裁力道過重 才失控了 就是連不管是企業 你說巨頭們也好 又或者是說這個比較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點像 第三方或是比較協會角度的 這些他們也出來發聲了 就是覺得你晶片公司 其實長時間都 以中國大陸這塊市場為主 甚至很多都出口到那邊 那短時間你這樣一進 我要第一個找取代有一點困難 第二個我不知道你接下來 還要再進什麼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一些出口 還有我的生意對不對 對 尤其是像英特爾嘛 英特爾它就講了一句話 它說如果你是這樣子在進一步 在採取對中國大陸進一步的管制措施的話 那麼我在俄亥俄州的投資案 就沒有再繼續投資的必要 沒有動能了 沒有動能 第一個 它的訂單減少 因為它可能它的產能在那邊投資 然後可能它的產能擴大 基本上是為了應應市場上面的需求 結果現在市場沒有這個需求 我就不需要再投資了嘛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我今天不能夠再賣給中國大陸 那麼我的營業盒就減少 我的獲利就減少 那英特爾現在的獲利情況很糟糕啊 那我就沒有能力再進一步去投資 不要講說是有沒有必要啦 它根本就沒有能力再進一步去投資 它是一個循環嘛 我要有錢進來錢才能再去投資 對 所以也沒辦法再去做研發 技術可能也沒有辦法 再繼續往前推進啊 所以呢 對英特爾來講 第一個是它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個它也沒必要 在美國再繼續投資下去 所以這個對美國的企業本身 它所造成的這種 負面的效果 現在就開始慢慢的浮現出來 尤其是在這些成熟製成的 這些晶片的市場 現在經濟不景氣的話 這個對市場上的需求就減少了 所以對一般的晶片的代工也好 晶片的一個業者也好 它基本上它營業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看的中國大陸 尤其是在AI 在先進的這個晶片方面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應用的領域 所以需求會比較 相對來講成長會比較 快速一點 所以這個對他們企業來講的話呢 是大不完啦 所以它今天就只好講說 你如果今天再進一步限制的話呢 那麼我就在美國本土 沒有必要再去投資了嘛 尤其它在二海二洲投資 如果是那麼龐大的一個資金下去的話 它就沒有必要了 有一點在恐嚇拜登政府的意思 就是你制裁中國大陸沒關係 那我就減少投資了 那政治呢它將來呢 尤其在矽谷那邊的 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矽谷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接下來拜登也要選舉了 接下來你要選舉啦 你要不要錢 第二個你要不要選票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蠻好玩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嘛 行政官員通常都不怕 這些參眾議員 等到快要選舉的時候 它就開始怕了 就緊張了 對 就不要說Intel好了 大家會覺得 Intel感覺在這個晶片法案裡面 拿了不少好處 那另外的話還有輝達 黃仁勳之前也有講過 他就說我記得那一篇報導 是在講說輝達原本特別 因為美中的這個制裁 不是今年才開始嗎 過去就有了 所以呢它的那個AI高階晶片 沒有辦法輸往中國大陸 那它就特別為中國大陸市場 研發了一款晶片 結果沒想到如果新的禁令 要持續加碼的話 這個為中國大陸所設計的晶片 還沒有辦法出口 對 因為它本來就是 專門對這種高速運算 中國大陸叫做算力 算力 我們就講高速運算的晶片 它有一款就是A100 那結果A100呢 因為它的這個算力太強了 所以美國政府就管制了 這一款的這個晶片嘛 所以它就是設計了一款A800 A800那800的一般人呢 不懂得以為800比100要強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 這個波音的飛機一樣 737一定比較小 747比較大嘛 這個A320比較少 小A330是比較大嘛 大概都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A100 然後它就把它降規格 就把它變成A800 用把它降級的一個方式 來做這個晶片 剛好可以賣到中國大陸 好 現在美國政府一看啊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對不對 所以它就要再進一步緊縮 那當然NVIDIA會緊張啦 而不只NVIDIA是這樣啊 Intel也是這樣啊 Intel也專門為中國大陸 設計了一道 那個叫做高低 高低2的一個晶片 高低2的晶片 這個晶片呢 就相當於A800 OK 也是兩身低 也就是把規格降低啦 對對對 把它高低2 這個晶片呢 就相當於A800 要賣給中國大陸的 所以這個都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今天美國政府 要對中國大陸管制 出口管制 技術管制也好 這些廠商都有辦法的 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都有什麼 有破口 有破口廠商都會去想的 所以從這些美國政府 在跟企業界的鬥法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政府跟企業鬥啊 我就講啊 沒有辦法打持久仗 也沒辦法雙贏 只好打這個瞬間戰 就是說短期之間 美國政府會贏啊 會管得住 但是長期以後啊 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生存 為了自己的進一步發展 它一定會想破腦筋啦 一定會有一些因應的措施 那個就是美國政府 行政部門不想看到的 可是它一定會有這些破口 產生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講 美國政府是沒有辦法 長久沒有辦法去管制住的 所以它不可能會是最後的贏家 它有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不斷的被企業 你說半威脅半恐嚇 又或者是說 好聲好氣的跟你談 但是背後有一些 它可能不再捐贈了 或者是政府也沒有辦法 拿到那麼多好處的時候 被有點半掐著脖子了 對 基本上我們過去看了很久 我在產業發展方面 有三十幾年的時間 都在推動產業的發展 我們看整個產業發展的過程 政府的力量必須要順勢而為 而不是逆流在阻擋 那一股發展的一個力量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政府不僅是不成功 甚至可以講將來會灰頭突臉 花了一大筆的錢下去 但是它是沒有效果的 包括它扶植自己的產業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台積電在美國的設廠 看到什麼困難等等 這些都是美國政府 自己不去檢討自己 為什麼會走到這種地步 為什麼會失敗到 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它不會自我檢討的 它很少檢討 對 所以這就是 我們從美國半導體協會 它那個聲明裡面 剛剛部長講了很大的一個段落 它裡面也有說 其實它認為美國的這些限制 太過的廣泛 然後模棱兩可 甚至有的時候是單方面的 它覺得這反而會削弱 美國半導體產業界的實力 就是實力有的時候 還是要靠金錢 靠營收堆積出來的嘛 對啊 如果我沒有這個實質的營收 比如說我要再去設廠 我要再去花錢請很高階的人才 或者是我要再加碼投資 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嘛 天方夜談 這個美國半導體協會講的話 你們很有藝術 對 他講的比較文言一點 不會文言 我們當過公務員的 我一看那個字眼 我就覺得很有保留 比方講它講的是說 它還給拜登政府一個台階下就對了 不是 這個模棱兩可有一個意思 模棱兩可就是等著收錢啦 就是等著跟企業界呢 一個是可能你送紅包來 我就把規定放寬了一點 你要許可我就給你許可 我不給你許可 我就不給你許可 所以為什麼我們加入WTO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規定 你的規定一定要透明化 不可以模棱兩可 因為模棱兩可 就給了貪腐的一個機會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美國政府的這些規定 常常處於一個 不確定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得到去年的10月 美國才公佈了對中國大陸的 這個晶片的全面的 所謂的小院高牆的防堵的措施 小院高牆就是 集中在算力很強很大的 這樣子的一個晶片的領域裡面 那高牆就是全面防堵 去年10月現在又要考慮 又要再進一步來第二波 那你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呢 時常處在一個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啊 那企業界它就沒有辦法在一個 穩定的狀態之下 來去因應 沒有辦法因應 它企業的決策是要從長遠打算 尤其它的投資 它的一些佈局都是從長遠來看 但是你今天美國政府的政策 是處於一個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處於一個不確定 不確定性很高的狀態之下 企業沒有辦法做投資的決策 沒有辦法做長期的 所謂的戰略規劃的一個決策 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對企業界的影響很大 所以看那個美國半導體協會 SIA的這個報告啊 那個每一個字 雖然它的文章很短 字非常簡潔 但是我們一看到那個字眼 我們就知道說這裡面 學問很大 他想表達什麼 對 這個學問很大 平常人不懂的 一看就把它忘掉了 就看過去了 可是我們這個內行人一看 就知道裡面 它的真正的意思是怎麼樣 它裡面有什麼鬼在裡面 就是這樣的意思嘛 果然是在政府部門待過的 比較知道裡面的一些 我們以前要加入WTO 都是被美國人這樣子 要求我們的 結果現在美國的企業 跟自己也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是說 這真的是一爆反一爆 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對 對 對 所以在這篇聲明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所以特別抓出來 想要跟觀眾朋友們談 也就是美國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可能是世界企業 或者是說美國本土企業 在美國經營的企業 他們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你說只有一家 兩家 三家 或許美國政府還壓得住 但如果你有十家 二十家 甚至是上百家 上千家 的這種反撲的力道 我想美國政府恐怕就被迫 要暫停對中國大陸 這種加碼制裁的力道了 你覺得會在今年 有機會遇到嗎 因為畢竟明 應該說明年拜登也要選舉嘛 萬一這個企業 全部來反對它這些政策 該怎麼辦 如果半導體的景氣啊 繼續不振 甚至惡化下去的話 可能會冒出來反對的聲浪 可能會越來越強 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 今天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一個進口的市場 所以對一般的 晶片的業者也好 設備的業者也好 材料的業者也好 基本上它都是一個 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的市場 那你今天 你如果說我今天 你不准我賣到中國大陸 你變成就是說 萬一有的企業 國外的企業 它不遵守規定 你是變成壯大的塔 就好像以前 美日半導體之戰的時候 美國把日本的半導體打敗了 結果扶植了韓國的企業起來 韓國的記憶體 三星這些記憶體 就是趁美國把日本打敗的時候 忽然間冒出來的 現在你美國政府 把自己的企業打敗了 你可能就扶植了另外一個國家 甚至中國大陸本土的 這些晶片的產業 就開始趁勢而起 這個都很難說的 所以即便美國政府 有一些國家安全的顧慮 恐怕企業也管不了這麼多了 就是他們還是會希望 至少不要危急在國安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一些軍事的運用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條件的開放 不要越打越死 把這條路給堵住了 對 因為基本上 我們常常在講一句話 你要做對的事情 另外你要把事情做對 那把做對的事情 可能美國政府有基於 他自己的一個戰略上的考量 他想去防堵大陸的崛起 尤其是高科技的崛起 也無可厚非 也許這是對的 但是你把事情做錯了 也就是說你並沒有做對 把對的事情 你沒有把它做對 那裡面就是說 你的管制措施也好 你今天所採取的政策上 比方講禁止美國的一些企業 到中國大陸去投資也好 這些的政策 你應該要有一套的 完整的配套 而不是直接了當就是 我一定要對你怎麼樣 那你反而就是會造成了 很多負面的 對自己造成的問題 你比方講美國現在 包括他的國安顧問蘇利文在講的話 包括他的國務卿布林肯在講的話 甚至商務部長在講的話 說美國現在要追求的是什麼東西 是照顧他自己國內的 這些中產階級 照顧他自己的勞工 可是他今天講的話 跟什麼東西矛盾呢 今天Intel如果不能夠 把晶片賣到中國大陸 他的營業額下伐 他怎麼照顧他的員工 他就裁員啊 他裁員就製造更多的失業者出來 他怎麼去照顧他的中產階級呢 所以他有時候講話 就基本上你鬥不起來 他那個有時候是矛盾的 應該要推理推論是一環扣一環 要言之成理 但是你會發現他你今天 讓企業界受到傷害 你說你企業界 都沒有考慮到國安問題 可是你考慮國安問題 你也可以同時照顧到企業啊 但是你為什麼就是說 只照顧到國安問題 傷害的卻是企業 然後讓企業受傷 讓企業受傷呢 他到最後呢 他沒有辦法增加聘用 這些高級的人力劑 反而有時候就是變成要裁員 你又製造了更多的失業者出來 所以這個有時候我一直在看 因為這些所謂的美國的 這些所謂的貿易代表 還有包括了這些國安顧問等等 基本上呢他們是什麼呢 都是學法律出身的 他其實根本不懂經濟的大道理 他完全是從他的法律 所以從他的政治的現實來做決策 對 並沒有完全考慮到產業界啦 我們就提供一個數據給大家好了 以去年中國大陸 它在半導體的採購額 大概是1800億美元 那你知道全球的採購額是多少嗎 全球採購額是5559億美元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採購額 這1800億美元的金額 就超過了全球整體的三分之一 它就是單一的最大市場 所以你說你一瞬間要把這個市場 把它採扁 扁平化 那你美國政府能不能提供 另外一個跟中國大陸 你不要說完全匹配的市場 至少可以拿到它五成以上 的一個訂單量 有沒有這樣的國家 或者是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國家聯盟 可以來取代中國大陸 目前的話 美國政府是沒有提出 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才會讓企業急跳腳 因為這個對於他們的營收 他們未來的經營是很有問題的 不過另外一面 我們看到有趣的現象就是美光 美光之前被中國大陸 其實這就是有點政策上面 政治上面的回擊啦 就是你美國要制裁我中國大陸 那我不給你一點顏色 瞧瞧說不過去嘛 所以它就限制了美光 部分的產業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結果最近呢 大陸的媒體就披露說 原來7月就19號的時候 美光的CEO有去拜訪了 中國大陸的商務部 這裡面談的哪些細節呢 部長 這裡面的細節我不在場 我不知道啊 這基本上呢就是 也是表示示好的意識 但這個態度很明確嗎 對 就是其實美光呢 當初是被中國大陸限制的 只是一部分嘛 因為中國大陸是以這些 美光的晶片沒有通過大陸的 有關的網絡安全方面的一些規定 對 所以就是說對於一些網絡的 基礎設施方面呢 禁止來採用美光的晶片 所以它侷限的只是在 有關網絡的設備方面而已 對於其他方面它並沒有限制它 但是這個呢 已經對於美光 已經造成了一些的 心理上的影響 因為這個傳說很多啦 傳說說呢 包括了這個 網絡的設備以外的東西呢 現在這些大家也都慢慢的 不用美光的產品 就變成有一個外溢效應出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並沒有 我並不是很確實的知道 但是已經有傳言 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當然美光就會緊張 美光為什麼會緊張 因為大陸是美光 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光的競爭對手 也是在中國大陸啊 那今天如果美光被禁啊 你今天是變成有一個替代者出現 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話 你不是變成敵強我弱了嗎 是那家長江儲存嗎 還有啊 還有別的 還有啊 韓國的有沒有 這些 因為美光的東西 並不是像台積電 不可被取代 尤其台積電是已經站在 這個先進製程的最前端 但是美光今天它會面臨的 包括呢 主持人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長江存儲 當然長江存儲可能沒有那麼強 但是呢 基本上韓國 還有SK海力士 還有三星在那個地方 虎視眈眈啊 所以呢 今天來講 為什麼韓國也是很緊張 因為它的SK海力士跟三星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產能 都占了它基本上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間 萬一中國大陸也毛起來 禁止一些外商 在它那邊發生怎麼辦 所以今天最配合美國的就是日本嘛 其他的大概都還在那邊 猶豫啦 或者是說 看看你今天美國是不是呢 可以稍微鬆一鬆手 不要鬆了 不要 熱脖子熱得那麼緊嘛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啊 所以美光呢就只好去 跟中國大陸的商務部來示好啊 而且它也在前 在幾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宣佈嘛 自己先宣佈了說 我還要在中國大陸繼續投資 40幾億人民幣來做封測 對不對 雖然封測呢 但是因為它現在 美光它現在做的 也是非常先進的記憶體 所以呢 它那個封測 也是非常高端的技術 在那個地方 也不能夠說它那個技術是 沒什麼價值可言的 所以它也是投資了 40幾億的人民幣在那個地方 等於相信也是差不多 一兩百億的新台幣的 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 從美光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對中國大陸的市場 尤其是美國的企業 認為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們常常講市場就是王啊 沒有的市場一切都免談啦 你的技術能力再強 你今天的競爭力再強 你今天沒有了市場 那就跟美日半導體日本一樣啊 日本就垮啦 可是今天為什麼日本 還是跟美國最合作的呢 我一直想不清楚這一點 可能有的時候跟民族性 還是有點關係的 但是剛剛部長講到了 就是這個西安的投資啊 其實它是在今年 六月份的時候宣佈的嘛 就是說美光計畫 它未來這幾年喔 還不是只是短期的而已 是未來幾年 在西安的封裝測試工廠 投下了大概超過 43億的人民幣 要蓋新的廠房 其實你只要一有加碼投資 一有蓋廠房 你後續的一些效應就出來了 比方說員工 比方說我活絡 附近的一些商業的發展 那會不會有供應鏈 也來這個地方投資 它會變成一串葡萄一樣 不是只是美光進駐而已 會有其他的一些後續的效應 那萬一你現在 美國態度仍然是這麼樣強硬 供應鏈進不來的話 其實卡到的也是美光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美國 美光可以講是 美國記憶體的象徵 也是美國記憶體的代表 所以這個我們看得到 他這麼強的一個龍頭企業 今天還是要跟中國大陸的市場 來磕頭 他去跟商務部磕頭 不是真的是怕商務部 他是怕他的市場沒有啦 所以這個基本上啊 美國政府基本上是違背 這個發展的大道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談到說 美國的政策不會成功 因為他跟企業界站在對面 那企業界呢 他是會想方設法 來避開你的管制 甚至呢 他會用政治的壓力 來壓迫你行政部門 這個我們以前都經歷過嘛 對 沒錯 所以從美光的這個動作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清零現場的人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裡面 談了哪些細節 然後是不是希望中國大陸商務部 這邊可以稍微高抬貴手 這些細節我們不知道 可是從美光CEO這樣的一個動作 甚至是他在6月16號 公眾號上面就宣佈說 要來加碼投資西安 其實在在都顯示了他的態度 還有中國大陸這塊市場 美光還是很想要的嘛 當然想要 不然他怎麼不來投資臺灣 他還是有啦 美光還是有投資臺灣啦 對 我說他怎麼不這麼的大動作 但是他看中臺灣的不是臺灣的市場 他看中大陸的是市場 看中臺灣的是臺灣的投資環境不錯 對 比較友善一點 對 而且我們也有人才 我們整個生態體系非常的完整 這是臺灣的優勢啦 臺灣的優勢就不能被美國 牽著鼻子走嘛 因為當你越靠攏那邊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們會犧牲掉什麼 因為美國 因為你越靠攏 他美國越看不起你嘛 你今天如果有骨氣一點 美國還會尊敬你 可是我們今天對他是唯唯諾諾 百依百順 美國政府基本上是看不起你的 今天以臺灣跟韓國來講 哪一個國家的政府 美國人比較重視 他是比較重視韓國啦 因為你美國政府講一的時候呢 可能呢 韓國政府要講一點多 1.5 1.6 甚至講二 可是那美國政府一講一 我們政府就講一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看不起我們啊 對不對 人家美國政府也是會尊重 會怕那些有骨氣的國家的政府啊 當然啊 人性嘛 我們就不要說國與國之間 有的時候你光想人性 就大概能去了解 裡面的一些要怎麼樣協商啊 要怎麼樣談判啊 這是很重要的 對 沒有錯啊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就是說 你要贏得別人的尊敬 不是用說我百依百順 都對你的百依百順 不是用這種方式 你要展現出你的實力出來嘛 難道我們現在就只能靠張忠謀了嗎 因為畢竟90多歲的張忠謀 他就是不斷的在講大白話 他感覺在很多公開場合演講的時候 也沒什麼給美國人面子 除了遺跡典禮那一天啦 其他他的發言 看起來都是蠻不滿拜登政府 他們針對一些晶片法案啊 甚至是是不是私下希望 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是中間的一些妹妹嘎嘎 感覺他是不太認同的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張忠謀曾經講過說 到美國去設廠徒勞無功 結果沒想到呢 部長剛剛很謙虛說他沒有預言啦 因為他不是神 那很多的網友就覺得 張忠謀也是神預言啦 因為我覺得不是遇不遇言的問題 而是你了解這個產業 張忠謀畢竟他就是創辦人 他了解半導體 了解台積電 比你我都來的深刻 所以當他看到 美國這樣的一個投資環境 然後台積電或許要被迫到那邊 甚至接下來到歐洲啊 日本啊都要來蓋廠 他覺得台灣的人才很好用 台灣很多的供應鏈 那些聚落都已經弄好 但是現在你到美國去 反而弄的這個四奈米 原本說2024要來量產 結果現在要拖到2025 在法術會上面 劉德英也講說他有一些無奈 甚至是有一些東西沒有做好 就真的沒有辦法 必須要演 不能只講無奈 這個要自己要負責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決策是你們做出來的 不管這個決策是被逼的 還是你是以心甘情願的 自己還好 竟然做了 對 張忠謀他基本上 我的看法 雖然主持人說 他是預言 這個預言 應該是說講在前面 而不是像未卜先知這樣 是講在前面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在美國 他在TI 德州儀器 還有在 很多人不知道 他也在GI 就是通用儀器 GI 都待過 在TI的時候當過資深的VP 在GI的時候當過P 當過總裁 這個他非常熟悉美國的環境 所以美國的經營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他來到臺灣經營工業院 經營台積電 他兩相對比 他當然知道說問題在哪個地方 所以張忠謀完全是用理性 用分析的方式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判斷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到 美國整個環境是發生了 更大的一個變化 因為美國整個環境發生變化 我們可以看得到 幾乎我的親戚裡面 到美國去留學 他那個壽司班裡面 尤其是在學IT 甚至半導體的領域裡面 根本沒有美國人 都是亞洲面孔嗎 對 都是亞洲面孔 亞洲面孔 尤其是 他們講華人最多 就是來自臺灣的啦 來自大陸的啦 這些最多 然後還有一些印度的啦 大概就是這些 亞洲裔的最多 那美國的這些年輕人呢 他有的根本不想念大學 念了大學也不去念STEM S就是科學 T就是科技 Technology E就是工程 Engineering 然後M就Mathematics 數學 就這四大部門呢 根本就沒有美國人想去念啦 缺乏人才 而這些呢都是做製造 做這個科技領域 最需要的人才 那今天美國根本沒有這些人啊 美國會覺得我會研發啊 對不對 對 美國商務部長每次都說 我們的研發人才很多啊 研發他不會製造啊 製造就交給我們啊 這有什麼不對呢 對啊 分工嘛 你專心做你最專長的 我專心做我最專長的 彼此不是互相依賴嗎 彼此互相依賴 才可以維持永久和平 彼此不互相依賴 一定是打來打去 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 你說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第一個他就沒有辦法找到 最近傳出來是說 他找不到裝機方面的人才 對 熟練的人才 對 熟練的工人嘛 技術人員嘛 對 因為你那麼多的 因為台積電的這個整個的 一個製程來講 他可能要經過幾百上千個 工序在那個地方 他的機器設備是非常的複雜 機器設備是比以前做什麼 微米時代啊 現在是已經到了這個 兩個奈米 三個奈米的時代 那個製程 那個工序非常的冗長 那設備非常的多 你那些裝機方面的 這些熟練的工程 美國哪裡有這方面的人才 你建廠都已經這麼困難了 那將來營運那更困難 所以張忠謀才對於之前拜登說 美國製造回來了 他感覺很遲致 你聽了不太舒服 那是做夢啦 做夢回來了 那哪裡有呢 他那個也許今天回來 明天就有離開了 而且你回來也不見得是 你本土的人才啊 因為你本土缺乏 這樣子的人才很久了 原來是就是說 營建工程方面缺人 因為它是在Arizona Arizona是什麼地方 沙漠地方 還有呢什麼地方 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在看那個西部武打片 那個西部武打片 什麼盆車英雄傳啊 那個什麼西部武打片啊 那些強盜 土匪出現的地方 就是那種地方啊 那你今天哪裡有所謂的 足夠的人才 然後呢 你那個地方又是沙漠 一到了這個時候 我不曉得它的氣溫 現在是40幾度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那個地方 你要找營建方面的 要找建廠的工人 你找了工人還要找到什麼 建廠的材料 建廠的任何的 你要建廠要用到的那些的物料 是那麼的種類的 那麼繁多 對不對 你的供應體系有沒有 你的生態體系有沒有 建廠的那個廠房的 生態體系有沒有 光一個建廠都遭遇到這麼困難 即使你將來營運了 那你會碰到的困難 更十倍於你剛開始 建廠的時候的困難 而且建廠拖延一年 那麼你要知道 你的這個技術已經是落後 就等於是老了一年 對不對 而且你的賺錢的機會 也少了一年 你背了一年的利息 然後你要回本的時間 也脫長了 對 回本 然後利息也等於加重了一年 所以一年來講的話呢 你不要小看啦 我們以前講一個月都很嚴重 你比方講又生又鮮又猛的海產 入到別人的海關 人家把你擋關擋個三天 又生又鮮又猛 就變成又臭又爛 根本不值錢 它已經不鮮啦 所以任何時間呢 它一定有它的時效性 對 所以你今天 比方講我在2014年 2024年能夠出來的時候 我那個晶片可能可以賣得好的價錢 晚一年的話呢 我晶片的價錢可能就跌下來了 因為你已經是變成成熟晶片了 會有這樣子的情況出來 所以那個晚了一年啊 大家不要想像成 晚了一年 我讀過去就這樣 晚了一年 延遲了一年 好像就若無其事 可是那對一個企業來講 那個傷害是很大的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很像你現在在念書大肆言壁 你就比一般的社會新鮮人 晚了一個年度來去就業 那對於你起薪來講 有些人可能做得比較好 他很早就進入到了市場 然後他領三萬塊 結果你晚他一年 你可能要晚他一年 你才能領到三萬塊的薪水 人家已經加薪了 跳槽了 或是累積更多的工作經驗 所以不管是你的經驗值也好 還是時間成本 其實對台積電在美國設廠是商的 那劉德英他就坦言說 現在的確面臨到了很多的困難 特別是剛剛部長講的 而且他是熟練 還不是不熟練的裝機人才 必須要熟練 動作才會快嘛 不熟練的話把機器弄壞了 他還賠得起來 賠得更多對不對 所以從2024年量產時間 拖到2025年 但同樣的狀況 會不會在台積電的 日本雄奔廠發生呢 因為我今天觀察到一個 很有趣的新聞喔 這個他的資料來源是來自於彭博 他說呢 因為在熊本廠要來蓋的這個地方 叫做菊陽町 是一個小鎮 那個小鎮的人口 原本大概只有4.3萬人的一個小鎮 所以當地在規劃 不管是交通啊 道路設計等等 他說你突然來了一個台積電 然後要來這邊設廠 很多的人 不管是搬運的工人 建造的工人 還是未來台積電這邊跟日方的一些人才等等 你全部都要擠進到這個小鎮 會不會有一些交通上面 大打劫的問題 所以一樣的狀況 一樣是設廠困難的這個角度 部長怎麼樣看日本的雄奔廠 我覺得有一大堆的疑問在那個地方 我就在想說 台積電是不是有去經過 很踏實的評估過那邊設廠的條件 因為據報導啊 主要的問題是在於它的交通 它那個路啊都非常的小 那交通時間 光人在交通時間就已經很擁擠 何況說你那個車子要進進出出 你的建廠 你的車子的進進出出 那個要不曉得進 那個車子一天不曉得進出幾個車子 那是需要上台灣那種產業道路 專門砂石車 對 你講的是一個道理 我們以前在治理河川的時候 要採砂石嘛 都要有一個施工便道 就是說我這個砂石車 不能經過鄉道 不能夠經過鄉村 村莊裡面的道路 或者是說在一定的時間 不可以經過哪些道路 我要可能還要另外 弄一個施工的便道 讓我的車子來運送等等 來走特定的道路 因為它那個每天光這樣 進進出出的卡車啊 那個貨車啊要非常的多 可是呢我不曉得 它為什麼沒有先去做過限勘 限勘 因為一般來講啊 我們常常講我們的企業 要去海外投資 我們常常講 你要先評估當地的投資環境 沒錯 投資環境第一個 最根本的叫做基礎設施 基礎建設怎麼樣 水 電 交通 還有當地的通信的設備的 的部件怎麼樣子 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 所以很多廠去印度 也吃了閉門根嘛 因為基礎設施不夠 還有呢 這個你東西要運出來 你到底是要經過 空運還是海運 對不對 然後你中間陸運 陸陸運輸要怎麼樣子弄法 所以就是變成它的物流 要怎麼樣子通過等等 還有呢你今天的人力 人力的數值 我講數值是講數量跟質量 我把它叫做數值 數量跟質量 人力的數量跟質量怎麼樣 還有政府的相關的政策 有時候你要蓋個廠 要申請政府的許可 那些手續非常繁雜 它還要再跟你審查 所以你相比之下 我們可以看在台灣 台積電沒有這個困難 因為台積電都在 科學園區設廠 科學園區政府幫它 建設的好好的 那個規劃的道路也很寬 方便進出 然後還有什麼單一窗口 科學園區裡面 還有單一窗口的服務 所以你只要跑一個地方就好 你不需要跑很多 很多不同地方去 你比方講申請建造 然後將來的使用執照 還有包括你都要公共安全的檢查 消防檢查等等 你看好幾個地方 科學園區基本上就是 單一服務的窗口 所以台積電在台灣設廠 你包括像到高雄去 高雄市政府都好像把它當成菩薩來看 什麼東西都要把它弄得好好的 而且都是台積電的規格 別人不可以 別人沒有辦法享受到台積電的 你到了日本去 為什麼台積電 你難道沒有先去現看過嗎 沒有先去跟當地政府談過嗎 我這邊補充一個數據 針對這篇報導呢 它寫的是這個道路拓寬 要到2027年才能全數完工 可是它的廠應該是2024 就要開始了嗎 因為劉德英說 日本雄本場不變 還是維持在2024 可是它要道路拓寬2027年才能全數完工 以及呢 當地政府在討論的進度啊 仍然是要把這個線道拓到多寬 然後才開始打算在2024年的3月 開始買道路周邊的土地 連開工日都沒有辦法確定 然後呢 拓寬的工程啊 雖然政府已經收購了80%需要的土地 可是相對來講 嗯還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為什麼才要2027年才能全數完工 也就是說哇 如果要等到拓寬的時間點拖到2027 你這中間光是搬運啊 或是建造要遇到多少的困難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說人都被 那個缺氧都死掉了 你隔了一個禮拜以後才把氧氣品送到 或是你的氧氣管好細 運送那個氧氣都有困難 對 我就講是這樣 為什麼我一直在懷疑 你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難道都沒有先想好美國政府 要給你什麼補助 你到日本去設廠 也許你有去跟日本談 談說將來設廠 你要給我補助或什麼的 但是你有沒有去看 那個當地的設廠的環境 設廠的條件 沒有耶 因為我記得 我以前在經濟部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投資案 在了西維吉尼亞州 那個飛機的研發工廠 當地政府是把馬路開到你廠房面前 專門為你那個廠房開了一條馬路 幫你把這個公共設施 把你建好 那個韓國據我瞭解 韓國以前那個現代汽車 到了印度去投資設立一個汽車廠 印度政府是幫他在旁邊 蓋了一座的變電廠 變電鎖 在那個地方 為了他的電的需求 可是我們今天 今天到去到日本設廠 竟然日本政府 我不曉得他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們台商為什麼喜歡到大陸去 因為大陸你看看 當你缺工的時候啊 因為大陸經濟開始發展 你要缺工啦 昆山當地的政府呢 親自跑到去四川 跑到各個省呢 去招募員工 然後用巴士呢 把他們送到昆山來 地方政府是這樣子 在幫你來招募工人 可是你今天到了日本政府去 還有呢 剛剛主持人你提到了呢 是因為交通道路的問題 可是還有呢 將來你台積電要擴廠 又沒有土地的問題啊 你的土地在那個地方 你那個熊本那個地方 基本上是個農業縣 然後呢 又有相關的法令規定 規定它是農業要生產的 主要的一個地方 農產品生產的一個主要的地方 你將來要擴廠的話 土地哪裡來 所以這些東西設廠的條件 基本上你去當地投資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一個團隊 去的那個地方 去看縣刊 我這個廠設下來以後 跟我現在在台灣的廠來比 這中間有多大的落差 他缺了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東西 有沒有一個補救的措施 你地方政府能不能承諾 幫我做到什麼程度 不然的話我蓋廠蓋好了 你說馬路要等到什麼時候開 那我這中間怎麼辦 對啊 每天坐在那邊發薪水就好了 也不必開工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奇怪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決策出來呢 對 所以日本媒體啊 日刊工業新聞 它之前原本也有先爆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不只雄本一場 雄本二場 未來也會 那台積電現在在法術會上面 就講得比較保守了 就說啊這個二場的時間 還有地我們還沒有確認 可能就發現一場 可能都不見得能如膝蓋好 你今天台積電 要不要帶你的協力廠商 配套企業去到日本 你要不要幫這些配套企業呢 能夠保留一些土地給他們 對不對 不是日本的土地貴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你的區位在哪個地方的問題 我都不曉得這個 日本政府有沒有專門 為台積電要去投資社長 幫他組一個專案辦公室 再幫他解決這些問題 日本的你要蓋廠 它的規定很多的 跟我們現在一樣 你要做環境說明書 甚至有時候 要不要環品都不知道啊 那個檢查的規定 那個法規條件很多的 那你今天日本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專案辦公室在協助他們 克服這些問題 我們說出門在外 要靠朋友啊 人身地不俗啊 到處都是困難 為什麼日本政府都沒有人 來幫忙他這些事情呢 人家來投資的時候 開心的要命 都大肆宣傳 可是碰到問題 都沒有人解決啊 土地也沒有 然後道路也沒有 那裡都只要怎麼樣 變成孤島 變成一個單獨的孤獨老人 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是很可笑的事情 我一直覺得奇怪說 奇怪 台積電怎麼沒有一個 很好的團隊 不曉得是不是以前沒有到過 這種地方投資的樣子 不知道耶 因為就是 我們其實身為臺灣人 當然也會一直想要幫 台積電講話 就是說他們是不是 迫於很多政治上的無奈啊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就像部長平心而論 就會覺得說你台積電 你已經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你就要對你公司的員工 甚至是股東負責嗎 因為已經這個真是頭洗一半了 你現在也很難說 突然不蓋了對不對 那到底他背後的壓力 又或者是說他接下來 要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是 還蠻考驗台積電的 所以來幫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不只美國廠 其實對於台積電的雄奔廠 現在建造方面也是遇到的問題 它不是人才方面的問題 它是光取得地 把這些農業土地 要怎麼樣做變更 對 變更 對啊 你總不能說突然 一個很突兀的台積電 在比方說某一塊工業區 但其實周邊有將近40% 都是農地 這樣也很奇怪啊 我們的逐科也沒看到這種現象 那它就像 我剛剛講過 它就像一個孤獨老人 在那邊像個孤島嘛 要舉目無情嘛 就變成這個樣子 你應該那個地方 應該變成是一個 像我們台灣一樣 你要化為一個工業區 或一個科學園區 裡面還要有生活機能 在那個地方的 你還要方便員工 在那個地方居住的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要有 一個整體規劃 你不能夠單獨為一個廠 去那邊投資社長 我是不了解啦 因為我沒有到過那個地方 但是我一看報導 我就知道問題所在 因為你今天並沒有用一個 為什麼台灣要設工業區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整體發展 整體發展的情形 這跟大陸也一樣啊 大陸用了所謂的經開區 高新區 那在這個地方就是 產城合一的發展 產業跟城市的發展 就是融為一體 讓它有生活機能 在那個地方 所以今天基本上的話呢 我不曉得就是說 台積電這樣子去投資 只是完全日本政府想像的 就說你來了 你帶了資金 然後我給你補助來了 但是今天協助台積電 來解決將來有關人才的問題 解決建廠的問題 解決周邊基礎建設的問題 不曉得是他們日本中央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 哪個環節的地方政府 要去幫忙台積電 解決這個困難 台積電是我們最值得 驕傲的一個企業 讓他到那個最荒涼的地方去 我一直想不通 也是於心不忍啦 我一直想不通 當初為什麼沒有做好 評估的工作 沒有一個建廠的小組 先去查看他那個設廠的地方 這個設廠一設下去 都是要在當地營運幾十年的 是永續經營的 他不是像開個貿易公司 明天沒有訂單了 我就跑掉了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但日本這個雄奔廠 它是跟在地 比方說Sony有很多日本的企業 他們共組的一個場 那台積電是在裡面 負責經營 有幾家一起合作 包括Denso等等 一起來投資合作的 所以照這樣子的理解 日本政府應該不太可能會擺爛 因為畢竟很多的日本企業 也把錢砸進來了 那這邊就是要請政府之力 全面來救這樣的一個投資環境 不然對於日本的企業有傷 對台積電當然也有傷 你可能達不到最後你要的那個特殊製程 甚至連二廠你也蓋不了了 那這樣子的話 完全是三輸的一個局面 台積電輸 日本政府輸 日本的企業也是重傷 所以在這個部分看起來 日本的政府必須要在這邊 加緊腳步來做 才有機會把這個廠蓋好之後 後續正常的營運下去 讓大家都有錢賺 所以我們為什麼花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聊從這個半導體的禁令 然後講到美光 慢慢的講到台積電 在美國廠 甚至是日本廠的建設 都有出現一些問題跟trouble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會持續來觀察 再邀請部長上節目來幫我們做解析 因為這一塊我覺得 大家聽了越多就越知道 背後不管是政府方還是企業方 他們想要的目的 或是想他們在玩什麼樣子的把戲 那對於雙方的一些震驚局面 台灣身處在一個我們有半導體 這麼優秀的人才 我們有竹科 南科 中科 對不對 這麼好的一個投資環境 那這些企業仍然要到其他國家來去投資 到底原因是什麼 這邊我們就會花很多的篇幅 來跟大家探討了 今天非常感謝部長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你是現在才加入 我們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影片要補課 然後幫我把連結分享出去 在這邊 我們要來工商服務時間一下了 就是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現在已經在快點購上面 可以來購買了 那它是有一些認證的 在這裡面呢 我記得大概是300億的一個活菌吧 那歡迎大家可以上快點購來購買 輸入小畢業代碼 CTI008就可以享有獨家的優惠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天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你請看